我是林建強 我在70年代加入警隊 我在警隊工作大部份是在刑事偵測工作 裡面也拘捕過很多毒品案件 我在2009年退役 從警半生 由20世紀70年代林建強便加入警隊 長期參與刑事偵查 也偵辦過多起涉毒品案件 2009年林建強退休 但退而不休成了他當下的日常狀態 退役之後我是退而不休 當時加入了獅子會禁物商隊 我認為在禁毒方面 就是打擊毒品抗擊毒品 是需要很多方面去結合的 是立體性的 當然就是執法機關打擊是最重要的 但是一些教育和宣傳 也都是比較重要的 教育和宣傳可以從根本上去做起 也都是可以做一個防止性的一個行動 退休後的林建強 正是以這樣的方式 延續他作為一名警察的擔當和職責 獅子會禁毒先鋒隊 通過舉辦青少年訓練營 加深青少年對毒品危害的認識 培養青少年對社會的同理心及責任感 將禁毒資訊宣揚出去 香港我是舉辦過六七次的展覽 分幾個時期做展覽 有些展覽是一個系統去做的 其中一個是比較大型的 就叫做臨執除禁毒文化節 這個我們除了做展覽之外 我們有精文比賽 有學生的精文比賽 還有有講座 禁毒歷史的講座 就是比較有系統性的活動 開設禁毒歷史講座 舉辦學生專文比賽 甚至還嘗試在邊境比賽中 植入禁毒元素 林建強正是透過這種吸引的方式 將禁毒信息滲透到青少年層面 令更多的青少年知道毒品禍害 憧憬半生 林建強見過太多被毒品耽誤的年輕人 也深刻意識到 毒品對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的危害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曾經是我們有一個學生 他就涉及到一些家庭的問題 然後就是個人就在青少年的階段放棄了自己 甚至乎就染了毒癮 後來我們就極力去拯救他 有很多方面的教育培養他 讓他深刻知道毒品禍害處 然後就令他走回去一個正常的路 香港警察體育遊樂園的院子裡 高大的鳳凰墓之夜聰隆 頭髮葉已全白的林建強 在書下翻閱著中國禁毒文物 籌備著下一場禁毒活動